觀安 各位媒體先進朋友 大家無安望 今天是民國113日的6月8號 安能醫院在102年開院到今天 正式的邁入了第十一年 十一年的時間 謝謝各界的支持跟砥礼 今天我們要分享 安能醫院的心臟科團隊 突破一千例的 開心劑組動脈手術的成果 有幸邀請在座的各位 一起來見證這個賽新的里程碑 先為大家介紹今天的貴賓 我們的副市長 市長副市長 歡迎 謝謝 以及今天見證分享的 我們的親愛的病友 我們的吳先生 王先生 好遠的位 我們要特別再講一下 一千例的里程碑在這裡 我們的許家蓁女士 安能醫院的第七千例的病人 謝謝 也謝謝今天大家的參與 那我們首先先請院長出詞 現場我們趙務市長 我們陳副 還有黃主委 還有我們同學 所有媒體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想台南也進入這個歷史的四百年 那安南醫院是沒有十一年 那我們下個月要請住滿十一年的這個院慶 那這個我們當時對台南市政府BOT案的承諾 其實我們都一一已經達成了 而且是高於台南市政府的標準 比如說我們當時承諾的是一個 醫院的最低標準叫做地區醫院 那我們現在不只是地區醫院 我們是地區的區域的教學醫院 是到第二等級 那其實今天我們心臟外科 是希望我們的邁向 另一個里程碑就是說 我們有些次裝科應該邁向醫學中心的水準 比如說我們導管室 我們有第二間的導管室 我們在開刀法 有本城市的開刀法 我想趙務次長都會過來 那我們有10247 那我們很多的一些設備 鑽石磨刀等等都已經到就位了 那今天剛好這個所有的里程碑到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病例的累積 那也感謝我們心臟外科的團隊 本來成為華副院長的皇族都在 後來又有文豪醫師 還有這個委員醫師都在過來 那心臟內科呢 也從兩個醫師變成兩個醫師 所以我們心臟內科 跟心臟外科的團隊很久了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想安南院還有很多的感謝市政府的地方 你們可能不知道說最近這個交通局 智慧交通 那把附近只要救護車經過的時候 我們會一路一路 那造成說我們可以送到醫院的人 節省差不多五十幾秒 我覺得很重要 三到五分鐘就會腦死 你多救了五十幾秒 省了五十幾秒 我們醫生出手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救回來 那當然他們說 這樣會造成逆向的反方向會怎麼阻礙 他們說是代償性的 等下一個風雨燈的時候 逆向就會再多幾秒 所以這是智慧交通的非常重要 那我們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對於市政府承諾 當時的法定停車位 已經高於法定停車位 那我最近也在對面租了三百個停車位 讓我們這個市民來就醫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這邊附近 照理來講 如果病人越來越多 可能會造成交通阻塞 我們會騰車 對市民是一個困擾 那我們多了三百個停車位 很感謝我們同仁 連年輕人 連工作都連聽到對面去 把比較近的停車位 留給我們所有的病友 那今天當然一個禮程碑 感謝我們的病友 我們吳先生王先生還有許小姐 那前兩位是一個比較很見的 我想等一下我們陳副院長會講 因為我們知道心臟 其實是一個很像我們的發電機 你停了以後就沒了 你腦中風還要挨幾聲 對不對 你發電機停的時候就沒有了 所以有些心肌梗塞 或者是一些心臟的毛病 其實瞬間就有 那除了心臟以外 其實主動派也非常重要 這好像一個氣球 你知道主動派破掉會怎麼樣嗎 我們以前病人躺在床上 甚至血會噴到 噴那麼高 所以表示他壓力非常非常大 那所以主動派也如果破掉的時候 其實就回來幾乎很少 那我們整個團隊 這個24小時365天 全球無休在拯救這些病人 那我們今天幾個特殊危機 我想陳副院長會說明外 那也希望大家 所有注意到要知道 症狀或沒有症狀 還是要做定期檢查 最近有發現好幾個故事 或是脆術 就是說他雖然沒有症狀 其實已經平靈症狀了 比如說爬樓機比較喘 本來走在公園裡面走 五圈不會喘 到了現在三圈就會喘 這個都是一個症狀 就是說你本身一定身體出了一些問題 那趕快做一些高階健檢 或者是呢 因為你有症狀 可以用健保的資源來做一些檢查 我想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是否安藍醫院 這個快滿11年 拿了1000例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里程碑 那我剛剛問過我們的副院長 我們差不多開薪手術 差不多七成嘛 這個主動脈到三成 那純若利也相當好 請問一下 感謝我們士好朋友 對安藍醫院的支持 那安藍醫院未來 已經剛剛講過了 已經部分科士一定往育血重新走 那期待有一天呢 能夠往最高的領域再做 所以我們在去年 所有區醫院很少 就憑藉所謂的癌症品質醫院 我們也通過了 這很困難的 你知道喔 他來看五個病人 要花三個小時 不要只要巨細民來憑藉我們 那表示我們通過的時候 我們的品質有到一個水準 但是我們不會因為這樣放鬆 我想所有領域 不管是癌症或是慢性病 或是這個急症的 急重難寒的病人 我們安藍醫院 都會好好照顧所有士女朋友 那最感謝所有的製作朋友 來還有我們的媒體朋友 祝大家新年快 謝謝大家 謝謝議長 接下來我們邀請我們的 趙親會 趙副事長上臺 為我們致辭 謝謝 謝謝我們林院長 也是我們的好夥伴 還有陳副院長 還有黃主任 還有我們今天的病友 還有我們醫院的同仁跟我們的醫師 那我想我其實很幸運 然後也很樂意 剛好都在那個安藍醫院很關鍵的時間 特別帶來祝福 那不管是我們之前在跟市政府的這個所謂的締約 然後達成的這些方式 都比我們預期的還要來得快 所以我想對於安藍醫院至於市政府來講 是一個最好的夥伴 那也使得我們在安藍地區往北 整個北台灣的這個服務員的部分 他的這個服務的量呢 可以再來擴充 對我們不管是在安藍區 我們的市民朋友提供的服務 和再來我們北營的動作 我相信李院長 還有我們整個醫療團隊的這個付出 其實是有目共睹 包括剛才院長提到的我們的第二心導管室 還有我們複合式的手術室 上次我去看的那個是上議員的複合式的手術室 那再來就是1024切的這個全景的斷層掃描的這個部分 還有上次我也來 這個達文系的這個手臂的這個機器手臂的這個開啟 我想這些都代表安藍醫院 對於我們地方的投資 跟我們地方的醫療服務所奉獻出來的 不管是在經費上還是我們的團隊的那個人力 我知道林院長對於有一些年輕的醫生 還有我們資歷非常豐富的醫療的這些後繼也好 都非常希望他到安藍醫院來服務 所以個人也動用了他很多的關係 去拉了非常多的傑出的醫生來我們安藍醫院 就近來照顧我們很多大我們所謂的北台南的地區 這個也算是一個醫療過去醫療比較單薄的地方 那我想安藍醫院確實也達成了這樣子的任務 不只是我們現在安藍區是我們全市第一人口 第二人口所上的超過20萬人口 那將來應該是一個真有發展的地方 我相信這個人口數應該是會越來越多了 那又接近南科所以將來不管是在南科附近的這些 我們所謂高科技的人群來進駐之後 安藍區的這個身負的重任一定是更為重要 所以我想我有這個機會代表市長來這個安藍醫院提供祝福 然後也對於安藍醫院在我們這個地區裡面 所提供的各項協助工作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可以就近來接受一些醫療的服務 甚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個開刀跟主動脈第一千例 這是算是不簡單的 剛才我們醫療有說到 心臟的這個部分其實他的病症比較不明顯 有時候我們可能覺得痠痠而已 或是說沒什麼鬆開 有一點點想吐 但是有的時候忍過就好像又沒事了 但是這些都必須要提供更高階的健康檢查的部分 我相信在我們安藍醫院我們也成立了一個更高階的這個健檢中心 那設備非常的好 我上次有看到這個院長在介紹的時候 不管是我們的服務還是我們的經驗還是我們提供的這個議題 都是會對我們市民朋友提供更好更緊確的這個健康的這個服務或者是檢查 我想對於這個安藍醫院來講 至於市政府是非常重要的夥伴 那對於我們整個地區的民眾市民朋友來講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照護 所以我想應該對於安藍醫院也表達市政府的感謝 謝謝我們有這樣子的合作關係 讓我們的北台南的地區的民眾都可以享受到更好的醫療服務 那再次祝福台南的這個安藍醫院 那也祝福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接受到更好更完善的醫療照顧 謝謝 謝謝副市長的支持與鼓勵 讓我再說一次副市長有您真好 謝謝您 好接下來我們來進行相關的安藍醫院的這些成果的簡報 我們就請我們的小美華副業長 副市長 院長 黃主任 然後各位新聞媒體的朋友 還有我們心臟外科團隊的成員們 還有我三位病友們 那大家晚不好意思這個大家示範時間讓大家在這邊 我盡快跟大家匯報一下我們安藍醫院從開院至今 大概一千例的心臟以及主動脈血管治療的一些成果 好那我們就是非常感謝院方 院長還有董事長還有董事會的支持 那我們其實在心臟外科這邊 目前整個團隊大概將近快20位成員 那在開刀房裡面其實我們跟著心臟外科手術的這個護理同僚也非常多 那在我們的這個十年的這個訓練下去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們的這個治療過程 那我們也取得這個血管外科以及台灣胸腔心臟外科的這個 專科醫師的這個訓練醫院的資格 那我們今天的個案第一位個案的話是 今天我們第一位個案的話是吳先生70歲 那其實他在兩年前就來了 吳先生吳先生是他之前有在抽菸 那他當時來的時候可能他當時因為船熊悶冒冷汗 然後就到急診 那在我們急診醫生的這個檢查下面呢 就發現他兩側的肺水腫非常的嚴重 那當時我們的心臟科團隊的黃醫師 他就立刻幫他做心導管 然後發現他只有塞一條血管 那就是發生了這個所謂的這個ST上升段的這個急性心肌梗塞 那可能大家聽起來想說一條血管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的確當時也覺得還好 但病人來的時候休課得非常嚴重 所以當時我們超音波檢查的時候就立刻發現 他的這個心臟其實在心室中破了個洞 因為心肌梗塞的原因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其實那段期間都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患者在就醫的時間都比較晚一點 因為會擔心醫院的這個狀況 所以其實很多患者都是來的時候是缺血滿久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圖片 就是這個 其實ST全程的意思就是他全程心肌都會壞死 那運氣好的人呢 他可能是破在這邊 就是我們今天這位個案 那運氣不好的人破在側邊的話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心肌梗 那這一旦破掉大概就可能要救都非常困難 那吳傑森算運氣不錯 因為他是破在心室中隔 所以他當時大概呈現的狀況就是急性休克 那當時我們就立刻接到了會診 那放上了葉克膜 那希望可以來幫他做治療 那目前這樣的一個可怕的併發症呢 他唯一的治療就是開刀 但是他開刀有很大的一個風險 因為剛壞死的心肌病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你非常困難的把東西縫上去 把這個洞補起來 所以根據我們專研 因為其實大部分全世界最好的醫療中心 他大概一年會遇到的例數 大概頂多就是八島史例非常的少 所以其實大家很多很多全世界的這個醫院 大家所有的這個經驗都是比較個案型的 那我們去探討了一下大家的一些經驗之後 我們發現說實際上我們可能需要等一到兩個禮拜 才能夠去手術 那在這段期間我們必須要讓病人能夠活著 所以我相信那個吳先生應該這段期間都是昏迷的 也被我們麻醉 他可能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原則上我們就等了一個禮拜之後比較穩定 這個是他這個後臂的這個梗塞的部分 那這個這裡的梗塞雖然只有一條 但是真的很容易發生 就是會有一定的機率會發生所謂的這個心肌的破裂 有的是破在這個free wall 就是所謂的外壁 有的是破在像這個患者是在中隔 那中隔的話我們可能還有點時間去處理 那這是手術的示意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洞蠻大的其實 他破了一個蠻大的一個洞 這就是那個洞其實蠻大的 那我們當然當時就決定用一個 牛的心胞膜補片做兩層的這個強化 去把這個洞給補起來 那很幸運的就是我們補起來之後呢 這是我們補的狀況 我們把心臟整個切開 然後再把心臟捧回去 那大家這個畫面可能有的人有看日據 可能會有一點印象啦 就是那個號稱伊隆的手術的這個醫師 他每次說他很厲害就是開這種手術 但這個手術其實在我們心臟外科裡面 我們會用的方向很多 這是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把這個心臟切開 然後去把那個洞捧起來 再把它縫起來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那個日據的話 可能會看到整個畫面有一點像 那我們運氣不錯啦 那吳先生他縫完之後 關閉之後 他就可以把葉克摩扒掉 然後他在兩三天後就扒管 然後兩週後他就出院了 然後我叔叔就一直跟他講說 你剛從鬼門關出來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我不知道 我們都在婚禮 然後我就一直有跟他講說 你這個很嚴重 所以你以後可能不能再抽煙 因為抽煙真的是問題很大 那這裡主要是要給大家看幾個投影片 只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是根據大家統計出來的 我們在什麼時間點去開刀的死亡率 長什麼樣子 如果我們當下立刻開的話 死亡率是六成 如果我們等了一天再 一個禮拜再開的話 死亡率還有54% 那我們等到再晚一點 我們等到兩週去開的話 死亡率大概降到30%左右 那如果可以等到三個禮拜以後再開 死亡率只降到10% 那大家就想說 那你為什麼不等到三個禮拜後再開 因為其實很多這樣的患者 他因為心臟破了洞 他的整個心臟的這個 能夠打出去的血是很有限的 而且心臟會壞死 所以其實能夠等到三個禮拜的人 第一個是洞很小 第二個應該都是天選之人 也就是說他其實或許都有機會過關 那可是我們的這位文人的吳先生 他可能就當時的情況是不允許 那大家可以理解說這個疾病的嚴重程度 其實到現在為止所有的專家都還沒有把握 可以說他一定能夠把他治好 或是他一定能夠把死亡率降在什麼程度 那這個是後來有整理出一些原則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遇到 這個我們所謂的這個 是生理真相不穩定的時候 我們就會放葉克膜 或是我們可能就要考慮立刻手術 不過剛剛有跟大家報告 立刻手術的死亡率是蠻高的 那另外一種可能就是他雖然動很大 但是他穩定的 所以可能我們就可以像吳先生這樣 放個葉克膜等個一兩週再來手術 但是這個時間可能要拿捏病原的狀況 那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可能患者是穩定的 動也不大 那我們就可以等到三週到一個月後 我們再來開刀 可能會是最好的結果 那也有的學者 用一些不同的一些指標來算分數 看分數多少就決定什麼時候去開 那這個計分系統 分數越低就要越早開 越高的話可以等 但是不論怎麼樣 這個是一個大概有100例 跟吳先生類似個案的歐洲的醫學中心 他們給我們的一個他們的這個回顧報告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雖然每年大概平均 最多有到8個病人出現 但是他們的死亡率一直都沒有降得很好 他的死亡率一直都其實是維持在大概 六、六、七成的附近 而且如果不開刀 這個藍線是不開刀的話 只是藥物治療的話幾乎沒有人會活 那如果開刀的話大概過了一年之後的存活率 可能也大概三、四成而已 那我一直在想說我們走速的狀況如何 那我這個密切追蹤了這個吳先生兩年之後 他目前都還很健康 所以其實我想我們這次手術算是真的有成功 那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我特地把它請過來介紹 因為我覺得這次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其實有達到一定的水準 那吳先生也很幸運 有度過這個難關 那王先生其實跟吳先生的情況很像 那王先生也是抽驗 也是一樣塞一條血管 也是當時我們的心臟科團隊 立刻幫他做指甲 但是很不幸的他也是一樣血壓不穩定 我們就放了這個主動脈幫補 但是放上去之後還是沒有辦法 最後只好放葉克膜 那後來發現這個患者在葉克膜放完 大概過了將近快一週之後 發現原來他的乳毒肌斷裂 然後產生一個中毒的二間半逆流 那這個原理跟前面一個個案是很像 他也是單一血管塞住 然後或許他就等的時間會比較晚一點 所以導致他的心肌梗塞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他在急診的狀況 就是他很多就是心臟效素會升得非常的高 然後他的心電圖可以看到他是ST段的上升 然後我們在這個導管片可以看得到 當時血管是完全塞住的 那打通了之後其實看起來血管已經是完全通常了 但實際上並且還是持續休克 那持續休克呢 那我們就密切地去做藥物的治療 還有這個地球方浦的支撐 因為狀況無法撐住我們知道放葉克膜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這個肺水腫 在放葉克膜之後是有改善的 在10月13日 但是因為他的這個二間半斷裂的問題 所以他的這個逆流非常的嚴重 那當時一開始我們看是中度 所以一開始想說葉克膜讓他穩定點再來手術 但後來覺得他情況越來越奇怪 後來我們去做了一個金石造腸炎膜 發現其實他是真的整個乳塗肌都斷裂應該算是中度 那在這個情況下當然在我們的這個 美國的這個心胸外科學會的建議就是大概 建議就是要離各開島 那死亡率的話 當時我們幫他算 用這個美國胸腔外科學會的這個 比較準的這個 database 算出來的死亡率是17% 在當下去開這個島的時候 那他的當時因為也沒有辦法選擇 我們只好先救命 那這可以看到我們在開島前 其實他慢慢的肺部一天一天比一天的差 肺水流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當時就決定進去開這個島 那這個島比較困難的點在哪裡 在於說病人的心臟是急性的斷裂 所以病人的心臟並沒有擴大 那並沒有擴大心臟要去換半膜 其實會有一定的困難 然後另外就是有沒有可能把半膜保留下來 那在當時的情況是發現說他的心肌壞死的這個 斷裂的地方壞死的比較嚴重 會有一點疑慮 會擔心會不會後面會有復發的情況 那當時我們還是最後還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很明顯的就是這個藉手斷裂 然後我們最後還是決定去用這個手術的方式 幫他換半膜 然後他一樣的也是三天後把管 然後大概兩週內他就出院了 那他今天又來到我們這邊 那這個王先生 那我也是問他說 他年紀的發生什麼事嗎 我記得王先生應該也是忘記的 他也是在葉克摩分成都是昏迷的 因為他放葉克摩 所以這兩位其實都是從鬼門關走回來 走了一回回來之後 然後我告訴他說 誒你剛從鬼門關回來 然後他們也嚇到說這很嚴重 那這兩位都是一樣的狀況 就是都是因為這個心肌梗塞造成的併發症 而導致的所謂的這個心肌壞心肌破裂 那我們最常見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三種 其實第一種要救回來有點困難 就是剛剛特別講的就是完全的心臟壁破裂這個 因為這個當下就大概血對流光了 但是後面這兩種是有機會可以救回來 就是剛剛講的心臟中隔的破裂 跟還有所謂的二減半中度逆流 那這兩類的話 我們剛好今天有兩位患者 也遇到一樣的情況 那其實他們的發生機率真的不高 大概就是一千個裡面有五個 甚至到一百個有五個 那原則上這個不到百分之一的發生率 其實大概會讓我們平常在處理上面 會覺得非常的棘手 因為它並不是我們很常見的一個狀況 而它出現的時候其實我們要高度警局 那這邊主要的 slide 還是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它有分兩個乳毒基 有的會這個 後中的這個乳毒基 會發生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也是跟我們這個患者 是同一樣的一個乳毒基 那基本上 他們都是會在這個 ST 段上升的心肌梗塞 比較容易出現 而且通常都是塞一條血管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輕忽想說 塞一條血管 應該是不嚴重 但實際上因為只塞一條血管 然後這條血管 如果剛好它又沒有什麼支流的話 那它這個阻塞那個範圍非常的大 然後最嚴重的話 就會導致所謂的心肌破裂 或心臟的一個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破口 甚至會死亡 那在臨床上面其實有時候非常難診斷 因為在這個膠病房 其實很多機器在運作 呼吸器啊 或是我們的這個 剛剛講什麼狀葉克膜 都是一些噪音 實際上在那個情況下 你要去聽診 聽得到雜音的時候 沒那麼容易 那有時候 有些病人甚至根本就沒有辦法 感受到有雜音 那 通常會建議用這個 金胸腔超音波去診斷 但是也有可能會 就是錯過 那所以最精準的還是要用 金石道超音波 也就是這位患者 我們後來在臨床上面 用了金石道超音波去診斷 然後把它診斷出來 然後立刻手術 然後也運氣得不錯 病人並沒有死亡 那這個手術其實在過去的死亡率 是蠻高 大概有兩成 那最近我們越來越 我們手術越來越精良之後 目前的死亡率大概 降到大概10%以內 那接下來再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醫院 其實我們在這個手術方面 我們除了剛剛講的 這些這麼重大的手術以外 我們其實有做一些 微創的手術 包括像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半膜修補手術 不用金胸骨 另外我們也有所謂的這個 筋主動脈的半膜製患手術 那像這個患者是一個84歲的阿嬤 讓他的主動脈狹窄 我們不一定要把它開胸 我們可以用所謂的微創的方式來做 那我們在去年的10月4號 我們第一例手術 我們有成功完成了這個 筋皮的半膜的主動脈製患 這個阿嬤也順利地出院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也會有 像這個Impela 就是在於輔助心臟 尤其是修科的患者 非常重要的一個 類似葉科膜的一個維生系統 那這個部分 未來也會引進 然後在我們醫院來服務患者 那我們醫院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的這個使命 是這個救腦救星救命 那基本上我們在這個救星救命的部分 我們非常的認真 我們過去這些年來 我們其實開過的急性主動脈玻璃 已經超過了100例 那我們其實存活率是每年都在進步 那今年很可惜 因為我們今年其實幾乎是百分之百 但是就在這個接近11月的時候 有一位剛中風過不久的患者 又主動脈玻璃 那我們開完其實病人的主動脈 沒什麼事啦 不過可能因為他身體太差了 那最後他還是沒有留下來 那就讓我們就是有這一例死亡 不然的話其實我們去年應該是缺雷打 就是都把病人救回來 這比較可惜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些主動脈的手術方式 我們是用微創的 不一定要開胸 像一些曾經發生過玻璃 還有殘存的部分 我們可以靠像這個影像上面 這個支架的方式去處理 不一定要再開胸 那這部分我們也跟我們醫院也曾經 有發表過一些很特殊的案例 然後有把它救過 住在我們海鮮的患者 那後來他全身的病人跑到我們醫院來求診 那也感謝病人的推薦 那當然我們也有很多一些相關的 一些動脈的接入手術 然後還有一些特殊的 一些像這個生物腺的動脈的痠塞 還有包括一些靜脈的相關的治療 那這個我就稍微帶回去 那當然很重要的是 目前我們在炒這個心臟血管中心的整合 所以我們目前心內外成立了這個心臟團隊 那我們不管是剛剛提到的這個P2導管師 就是我們一起共用這個心的導管師 還有包括像我們在病解的時候 我們在一些比較特殊的患者 我們大概都會一起去做病解釋 然後幫病人選擇一個最好的手術方式 然後另外呢 我們在患者做導管 或動手術之前呢 我們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所謂的 跟患者介紹他的手術的一切的資訊 我們叫做SDM 那這個Shared Decision Making 目前在所有的這個重視醫療品質的國家或醫院 都是非常推崇的 就是我們要把所有的資訊跟細節都給患者知道 讓病人做出一個最重要最正確的選擇 那我們目前的話 有四位心臟外科醫師每天的值班 來搶救一些比較突然出現的急症的患者 那我們其實剛剛我們副市長特別提到 其實我們安南區的人口成長就是人數啦 其實就是全台南第二 那這附近其實很多周邊的一些鄉鎮啦 那過去他們其實要到市區裡面 就醫其實真的有一定的遠度跟困難度 那現在安南醫院這個位置其實可以服務蠻多患者 那其實我也因為這樣認識了蠻多不同的鄉鎮 那也蠻有趣就是有時候會交流 然後也知道其實大家都有蠻多不同的一些 特產或特色 那這是我們之前有發表 就是我們有一度就是半年內來的 四位難科的重度的患者被我們搶救回來 那所以其實我們有認真的去 就是去盡量的去幫助這附近的病患 那我們也有認真的在社區做所謂的衛教 來讓更多的這個阿公阿嬤還有一些知道我們醫院的服務 那我們另外一個比較有特色是 我們會去支援北港 因為北港大家知道是在雲林 那那邊其實是我們的分院 那我覺得我非常的欣慰是因為我們 科內的另外兩位主持人士 包含我們三位 其實我們就會花一些時間 稍微去支援一下北港 讓北港那些鄉民也可以有像台南一樣的 這個一個安南醫院一樣好的一個手術的服務 那我們這兩邊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開過的病人 主動脈的病人最老的是105歲 最小的是20歲車禍 那開心的話目前最老是97歲 最小是17歲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服務的這個病人的 range 非常的廣 我們其實是希望能夠盡量幫 如果病人真的有需要的話 盡量幫病人解決他的這個心臟跟主動脈 還有各式各樣血管的問題 那我們就是在去年的時候就達到了千例 那我們剛好就查了一下 那個病患的那個明細就發現名單 就發現第一千例竟然是我們自己的 那個個案管理師的家人 因為他是第二次要手術區 他非常的害怕 那還好他對我們還是蠻信任的 那我們也還算順利的有就是 把手術做完然後病人也爬爬爬 那不然的話我可能就會損失一個個管師 那這個專是 那其實我覺得醫療的時候可以幫助身邊的人 那也可以幫助就是我們整個醫療團隊裡面 是非常的榮幸 那當然我們的其他的像我們的其他導管介入 在我們心臟外科的部分 也是大概一年都有至少1400到1600例 那還有一些周邊血管的檢查 我們也做得非常的多 那另外就是這個是比較重要 就是我們的CMI值 這CMI值是代表一個科 到底有沒有在治療重症的患者 其實可以看得到 我們心臟外科的CMI值大概都是落在3以上 幾乎都是3以上 那這個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通常一般內科或者一般外科的CMI都是1 心臟內科大概就是2 所以心臟外科是3到4 所以心臟外科的病人 一般來說都是醫院裡面最重症的 那當然就是也是要非常的小心跟謹慎 因為就是隨時可能會遇到很多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另外我們也很認真的去申請了很多一些相關的S&Q 跟一些辦了一些國際的研討會 那我們最近一次辦研討會是在這個美術二館 那我是覺得很開心 因為很多外國的醫生來 然後看到台南的美術二館 然後看到我們台南的這個特色 我是覺得除了辦會以外 我覺得很開心是可以讓大家更認識台南 那當然我們也有很多 跟很多洗腎患者的聯絡跟洗腎者所聯繫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洗腎患者都有心血管疾病 那他們其實也都很信賴我們 才讓我們有這樣多的一個患者可以去治療 那當然我們也都很認真 一直有在做一些相關的一些培訓 或者是一些只是在美術二館的這個會議 那當時有來自蠻多國家的過來 那這個是當時院長也有到現場開幕 那我們覺得那個環境非常的不錯 那當然也會有一些最新的技術 比如說這個是一個最新的心理不整燒作 以及做心額的閉合術 我們也請到國外的醫師來幫我們做一個就是 就是模型的教學 讓我們可能知道怎麼去應用 那我們也開始用在患者身上 那目前看起來效果還不錯 那我們也有跟像日本 或者是像這個希臘一些國家 我們有做還有新加坡 我們做了一些學術的一些合作 然後我們的複合手術 是目前也運作得不錯 這從兩年前開幕之後到目前為止 大概每個月都維持40台上的這個手術量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百萬的上億的這個複合手術師 還可以做一些轉播 跟一些外國的一些醫院 或是學會交流 那還有最近的這個第四代的達文西 我們也如有如多在這個開展當中 那各科也用得非常的開心 那最後大概就是我們團隊 大概最後希望能夠解決病人的問題 那我們其實我覺得我們很重要的是 我們不太喜歡滑重舉重 我們希望有治療有追蹤 然後有長期的效果 然後我們才希望來跟大家 就是說明跟介紹 然後另外我們其實我們希望能夠 盡可能把台南的整個醫療水準 就是向國外的看齊 我們盡量的就是不要因為自己在台南 就覺得他有什麼事 就不能夠變成多好的醫院 那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們要有一個目標跟方向 那也很幸運我們的院長 一直都很鼓勵我們 希望我們可以不要就是局限我們自己 那我們的團隊裡面也是 算是年輕團隊啦 那我們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夠 繼續在這邊努力打拼 那我們有多方面的這個方式去 因故病人然後來把這個 醫療臨床的工作做好 對 看前面的鏡頭 好 大家幫我比個讚好不好 安南醫院開心劑 主動脈一千例的達證 相當的不簡單 那當然啦 這個東西不會停止 我們一直一直在這個道路上努力 那今天很謝謝所有參與的媒體記者朋友 還有我們的病人的見證 那我們繼續在這條路上 有不停歇 不停的在安南醫院的使命上 所謂的救急救心救腦救命的這個能力上 前方的鏡頭完成了嗎 好的 好 先看正前方 正前方在一下下 好 五 還有嗎 好 這樣一二三一起站好不好 好啦 安南醫院開心主動脈 讚 好 再來一次 好 再來一次 安南醫院開心劑主動脈手術一千例達證 讚 好 謝謝 謝謝 姜